中央社记者黄巧文台北7日综合报导美国直览NBA达拉斯独行侠今天在与夏洛特黄蜂比赛中,被美国媒体报出独行侠将主力巴恩斯交易至沙加缅度国王的消息,并换来国王队二年级生前封杰克森及老将兰道夫。 巴恩斯哈里森巴恩斯在比赛第四节前段传出被交易后,第四节都呆在板凳,前三节合计拿下10分,三篮板,一助攻,中场独行侠就以99比93击败黄蜂。 巴恩斯经纪人史瓦兹杰夫·施瓦兹告诉ESPN球评皮尔斯·宝尔皮尔斯·巴恩斯知道自己可能被交易到国王,但也想要继续上场比赛,会在比赛中决定交易案,只是因为两队刚好都做出决定。 独行侠在这项交易案中换来杰克森·贾斯廷·杰克逊·兰道夫·萨克·兰道夫,而独行侠队总教练 卡莱尔·里克·卡尔勒赛后也在全队面前感谢巴恩斯是很好的榜样,并相信巴恩斯到国王队后将会有很好的发挥。 消息人士告诉ESPN,巴恩斯本季结束后拥有球员选择权,可以选择跳脱2019-20.020赛季合约,届时他年薪将高达2500万美元,而国王队有意与他签下长约。 26岁的巴恩斯前两个球技带领驻独行侠征战,本季场均得分17.7分,但投篮命中率仅40.4%,为职业。 生涯第二差,而他即将加入的国王队目前战绩28胜26败,在西区联盟排名第9,仍有机会打进季后赛。 编辑,陈正伟10800207 编辑,陈正伟10800207